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菲菲 你吓死我了 这么晚了你怎么过来了 突然饿了 请找你蹭个饭 行 我清楚给你做 做什么 监听信号怎么样 菲菲 你想吃点什么 就是什么吃什么吧 行 那你先喝点水啊 我进去看看 我进去看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连恋爱都不肯谈 也从来没有依靠过任何人 虽然辛苦 但是很自由 多厉害啊 妈 不像我 不是靠我父亲 就是靠贾长安 我父亲现在已经退休了 贾长安也死了 突然之间 所有的依靠都没有了 我才知道这有多难 你才胡说些什么呀 你是我见过最独立的女孩 你什么时候靠过你爸了 更别抵贾长安了 至少 我在精神上面一直都依靠他们俩 凤凤 你今天怎么怪怪的呀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是不是你爸的身体 你慢点喝 你慢点喝 先吃点东西 你说命运这个东西 怎么会这么奇怪啊 那个时候贾长安还在追我 我们三个人一起吃饭 我发现 她的眼睛一直看的是你 你说 她会不会喜欢的是你呀 你在开什么玩笑啊 我一直跟她都可以保持距离的呀 你知道她 也是啊 都亏了你 这种闺蜜抢男友的勾血戏码 才没有出现在我们身上 所以今天咱们喝酒的主题是 回忆商 怎么了 我们之间的友谊 就不值得回忆一下了 到现在为止 我能相信的人也就只剩你一个人了 贾长安 她口口声声说爱我 其实她在外面已经有了别的女人 周烈 你一定不会背叛我的 对不对 当然了 全世界背叛你我也不会的 好 谢谢 怎么样 苗霏明显是怀疑周烈跟贾长安的关系 两个女人已经开战了 如果贾长安的情人真的是周烈 咱们要不要试着点压力 我觉得不用 苗霏给周烈的压力最真实 如果她真的有问题 等着她露出马甲就好了 也是 咱们一直要找的是个男人 锁定了周烈 也还是要通过她把那个人引出来 别错了 别急 什么事不能在游艇上说 非要单独约出来 有个任务调查 需要你配合我 我的领导是安科 是宋局 你级别再高 没有他们给我下达任务 我也不能配合你 这件事呢 我已经跟宋局申请过了 他同意了 而且这个任务 安静不可以配合调查 他要回避 你要调查什么 调查十年前 安静父亲的事情 你应该了解不少吧 知道的肯定比你多 咱们目前案件得到的线索 和这个十年前的事情 很可能会有关联 而且对侦破目前的案件 也会有帮助 所以宋局同意咱们俩 配合调查 这件事其实竞节一直放不下 但这么多年 我们也没查出什么 但是现在有了新的线索 我们只需要换一个思路 很可能会有收获 郑铁家里的事 他都跟你说了 亲口告诉你的 对 他还真挺信任你的 所以你现在要查这件事 是为了咱们的案子 还是为了静姐 两者都有 我想说我喜欢安静 所以我不想再看见他哭 这么多年了 安静父亲的事情 一直是他心里过不去的堪 折磨他妈妈也折磨他自己 如果我们能早点查明真相 他就能放下这么多年的心理包袱 开心的生活 我觉得你也会这么想 所以你是我最佳的排档 怎么样 愿意配合我吗 我比你更关心静姐 我当然也希望他每天都能开心 一定查清楚 一定查清楚 都到夕了啊 庞总 你把大致情况跟大家说一下吧 好的 林总 是这样的 我知道大家手头的工作很忙 时间紧任务急 但是今天这个会不得不开 就在这两天 研发部居然又出事了 保安来向我汇报 说有人把研发部那一层的监控 人为的破坏了 当然了 发现这个问题的 还多亏了研发部 一位同事的帮助 档案室的门居然是没有关 开着的 档案室啊 这是什么地方 鼎华所有的核心技术资料 项目研发计划全部都在里面 有什么损失吗 这个我稍后再解释 但是眼下呢 我有一个疑问 想问一下苗头 怎么了 档案室大家都知道 这是很重要的地方 有权限进入的人并不多 所以呢 我让保安部门彻底清查了一下 看看在事发当天 有权利进入档案室的人 谁是最后一个离开公司的 是 是我 是的 真是苗头啊 谢谢 方总 请问您说的是哪一天的事啊 就是下大雨那天 够清楚吗 好 彭总 您现在是在怀疑我是吗 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绝没有这个意思 事实摆在这儿呢 你看我作为领导 我是不是要过问一下 那请问监控视频 有没有拍到苗总去过档案室啊 我那天根本就没去过档案室 这事您问我 怕是问错人了吧 庞总 还是把结果告诉大家吧 好的 林总 公司发现了这个事情 向有关部门做了申报 然后做了彻底的清查 结果发现确实有一个人 违规进入档案室 而且这个人长期以来 一直在出卖鼎华的资料 是啊 林总啊 谁啊 这是商业窃密啊 那人抓住了吗 大家少安无躁啊 我先声明一下 这件事情 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 千万不能张远 这个我不同意 都什么时候了 还讲这个 家丑不可外扬的事情 如果我们这样藏着掖上 那些心快鬼态的人 更加会肆无忌惮 是啊 说得对 我支持邹教授的看法 集团内部接二连三 发生这种事情 我认为有必要 在整个集团内部 做一次公开通报 提醒所有人 商业间谍行为 是要受到法律严惩的 对 林总 我 我同意您的想法 林总 亲密的人到底是谁 研发部研究员助理 吴淼 大家想一想 吴淼作为一个助理 他哪儿来的权限金融档案是 指纹锁 密码锁 监控器 层层设防 但是都没有防住这个人 这是什么原因啊 说到底 还是我们的工作有疏漏 我们的疏忽大义 让犯罪分子有了可乘之机 对对对 说得对 对对对 最近怎么老说这样的事啊 我看啊 以前公司这样的事 也少不了 只不过老苗总在位的时候 不怎么管 那照你这么说 难怪庞一山 一直针对小苗总 这就是在示威 要把苗家人赶尽杀绝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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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上了 真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天呢 预算报表怎么还没给我 我 我正在做呢 下班之前肯定能给您 放心 我没时间帮你修改错误 检查好了再给我 怎么了这是 这儿 谢谢 还学了 我看苗总不是平时为你挺客气的吗 拿我撒气呗 你说 就算是庞总针对他 那跟我有关系吧 我这个位置 我能影响他们之间的事吗 这事吧 闹得确实挺大的 他们的压力也都不小 真是没想到 没想到这五秒啊 胆子真是这么大 对了 庞总说最开始发现问题的 是研发部的人 是于昊然吧 他 他能长点心眼吗 他 那是谁啊 程雷 老程 你今天这么早下班 早归早 这一天过得 就像半个世纪一样 又被泽泽手给骂了 从中午一直骂到现在 一直骂 一直骂 不能吧 这是你发现的问题 大功一见啊应该是 你怎么知道啊 鼎华还有不透风的墙 对 一开始吧 就是骂吴淼 骂完了吴淼 开始吧 吴昊然 没骂够 开始骂庞医生 说庞医生就知道 说讲废话 根本就没有起到监管的作用 场面尴尬呀 我一看来 你没有骂我嘛 我劝两句了 我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不要当这么多人面 这么说庞医生不好 我这算好意吧 然后呢 然后 邹教授 就开始调转矛头 向我开火 说 吴淼每天都在办公室里瞎晃悠 这么一个大活人 你又没看出他有问题来 我 我知道 余昊然瞎 我没看出来你也瞎 你说这老祖子脾气也真是够臭的 要换的是我 我肯定对回去 我对了 我说邹教授 你每天也看见吴淼在那儿晃 你不是也没发现他有问题吗 你也瞎了 你真这么说啊 我后半句没敢说 姐 回来了 嗯 我来帮你吧 你 别帮倒忙就行了 你今天怎么突然叫我回家吃饭呀 不是前几天还说 让我住在学校别碍你事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说呀 姐 你要是有什么事跟我说 我 你就直说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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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爸的事 爸 他到底怎么了 他 他被逮捕了 他 你说什么 他之前做过一些违法的事情 现在被挖出来正在接受调查 那 那他要进监狱 他去吗 发现人在哪儿啊 我这知道 国安的人想让他作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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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你说那么快啊 你相信我啊 黄一山要不把苗霏给挤走 我把火锅汤给你喝了 不是 现在鼎华也就只有苗霏她自己在公司 能有什么危险 苗霏什么角色 行政主管啊 什么都不管 什么都可以管 没说那么深啊 什么意思啊 现在跟你讲这些你也不明白 反正就是 她的权力呢 是比你想象中的要大得多 我观察你很久了 我观察你很久了 有个问题我想问你 你是不是对苗霏有那个意思 怎么可能 派系斗争的这段时间 管好你自己 不要因小事大 你就听我的 不要因小事大 我每次去找她的时候 我都是为工作的事 对 对呀 是工作 我没说别的 就是 你怎么还不信呢 我信呢 那你为什么老是帮她解围呢 今天会上 你是不是又帮她解围了 我那是看不下去了 你又没开会 你怎么知道 你知道那么多细节 丁华嘛 哪有不投风的墙啊 来 好了啊 好了 你站在里 你干吗你这酒 你站在里 你信心 回头去了 就你这个酒量来 混得到现在真是不容易 慢点啊 慢点慢点慢点 来来来 酒你得给我 谢谢 谢谢 你不用管了 咱们酒 酒 酒 你先坐好 我去搭酒 好不好 你说的 我说的 酒啊 酒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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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别撞到 酒 把腿放进去 把腿放进去 喝多了吗 酒 喝多了 也是要体面一些啊 好了 回家到这儿睡吧 师傅 帮帮忙 把她平安地送到家 马上 马上 你家住哪儿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了 到哪儿都不肯把家也忘了 好 师傅 您就沿着那个 看见没 这辆路 一直走就行了 那钱肯定够了 不是 他这喝多少酒啊 不能吐我车里吧 没喝多少 刚才也吐完了 放心 没事的啊 注意安全 走吧 快 马总居然还不来 工作可够忙的 一个人做两份工作 忙点儿很正常 放心 有点事耽误了 喝酒了 喝酒了 让我们在这儿等着你开会 你跑去喝酒 没办法 为了套话 我就去和陈雷吃了饭 但是我真没想到她要喝酒 怎么样了 那个监控视频的问题 确实是陈雷发现的 但是整个观察过程下来 我真没发现她是要有 任何一点 陈雷在研发部工作 本身就有获取密钥的权限 但是嫌疑人 使用了荧光粉 来获取密钥数字 这个我也确实想过 在怀疑有没有可能 是嫌疑人故意这么做 所以我才去和陈雷接触的 如果真的是陈雷的话 他为什么要把 档案室失窃的事情捅出来 如果不是他举报 我们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能发现 有人尾随在苗霏之后 去窃取了密钥 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 所以说盯着程蕾 等于做了无用功呗 还好我跟婧婧这边 有突破 我们怀疑 周恋就是贾长安的情人 有证据吗 严格意义上来说 他只是苗霏的怀疑对象 并不是我们的 而且目前还没有证据指出 周恋参与了这一系列作案行动 宋局 能监听吗 不行 必须要有证据或者明确的线索 才能获得批文 宋局 我认为 我们可以将周恋列为观察对象 但是目前的重点 我们还是要放在徐鹤身上 他后来有跟苗霏联系吗 没有 鼎华公布消息了吗 苗霏有什么反应 按照我们的要求 鼎华确实公布了 吴淼天秘行为 但是今天会上的情况不太好说 庞一山想利用一切机会 再排挤苗霏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苗霏可能在鼎华待不了多久 吴淼那儿怎么样了 我们审了两次 结果还是一样了 我觉得他没有说谎 你的直觉很肿 而且吴淼出逃那天 我的情绪有些失控 多亏是你提醒我 让我不要那么着急 去判定吴淼就是 偷去没有的人 对了 阿姨这两天还好吗 还可以 他这次控制得不错 也多亏了王叔叔一直陪着他 那你爸的事情 阿姨是不是还坚持自己的观点 他虽然现在不说了 但我知道 他肯定还是这样认为的 在你加入果安之后 调查那个案子 有没有发现其他的疑点 你看过大案吗 那你一定也注意到了 那个肇事者的女儿 得了白血病 对 而且那个肇事者 入院后的半年 他女儿得到了慈善的救助 接受了骨髓医治手术 我也查过这条线索 但是那次 接受帮助的儿童 一共有二十三个人 他女儿只是其中之一 然后把自己的房子 折腿的队认 Scoop 虽然是怎么做的 走 走 走走 走走 走走走走 走走了走啊 ?! 辞职报告 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 我刚刚上班 收到了这么多份辞职信 苗总 你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我就是想过来跟你道个谢 谢谢你昨天在会上 替我解围 都怪我嘴笨 庞一山当着那么多人 那面质疑我 要不是你提醒我 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没事 这都是应该的 他这么咄咄逼人 我是真看不下去 但是因为我 你可能会得罪他 我有什么好怕的 还是你说的 我只需要好好负责我的工作 其他的事情我一律不管 你们确定吗 进大安市的人 真的是吴淼吗 我们 调查过程 庞一山肯定不会告诉我 但是你应该能听到一些消息吧 是这样啊 那倒还真没有 对了 我今天本来想去找你的 你看看这个 苗露是你的妹妹吧 这是她今天刚发的简历 而且应聘的是技术员的职位 苗总 让她进来吗 我不想让她进公司 请你帮个忙 明白 好吧 谢谢 没事 都是小事 我有点急事我得走了 好 对了 对了 马总 这些辞职报告 能不能给我一份封印件 没问题 我以后要让人给您送过去 谢谢 我以后 苗霏 今天请你来 是有些问题 需要你配合调查 是关于你身边的几个人 首先是周恋 我不是已经回答过了吗 上次 我们跟你问完他以后 你立刻就去找了他 你这样的行为 你这样的行为 我们不是很理解 我真说了吧 你是不是也怀疑 周恋跟贾长安有染 没有 我就是想找个人说说话 其实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 有时候 我们明明知道自己被朋友骗了 但是想着一旦戳穿了 这份友情可能就不在了 所以 我们宁愿自己假装被蒙在鼓里 你们有什么证据怀疑周恋 如果有 我马上配合你们调查 如果没有 请不要质疑我的朋友 我是怀疑过 他跟贾长安之间的关系 可这是私事 我也没有证据呀 我不能因为我自己 一个人的疑心 就把我朋友当作嫌疑犯吧 你先别生气 我们之所以调查周恋 是因为我们不能排除 任何一种可能性 但现在并没有证据指出 周恋他就是犯罪嫌疑人 那杨迅呢 怎么又是我身边的人 我跟杨迅认识很多年了 他是在职场上跟我不怎么对付 但是他根本就不是那种 能伪装自己的人 你为什么这样说 他做我助理这几年 他在背后打过多少小报告 做过多少小动作 都一清二楚 他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 况且他也不符合你们的推断 跟贾长安接触的不是一个女人吗 可你自己也说过 行动那天 是杨迅叫走了 在研发部办公室加班的人 而且 我们已经调查过了 杨迅的账户里 有大笔来路不明的资金 既然有疑点 就去监控他呀 找我了解情况 我也只知道一点皮毛而已 我们现在不方便 明面上调查杨迅 如果他真的是有问题的人 我们这样做 无非是打草惊蛇 但是如果以你的身份来调查 那就没有问题 你们是想 让我从公司内部查他的资金来源 我尽量想办法 好 好 还要麻烦你 多帮我们留意杨迅这个人 梳理一下 他在鼎华内部的人际关系 有什么问题吗 许贺到现在都没有联系我 我到底安保安全 你放心 结案之前 我们会派人轮流保护你 我爸 他现在怎么样了 你父亲现在状态很好 他对于我们属于众人保护 我们会有专门的人负责他的安全 你不用担心 这是什么 吴淼的事情公布了以后 有很多人突然提出辞职 今天一早上就有十几份辞职报告 我想 这里面会不会有跟吴淼一样的人 也有可能是我想多了 你做得很好 这份报告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我父亲的下半辈子已经算是毁了 但我不希望他一生的心血也被人毁掉 过不了几年 估计也没几个人能记得他 但是只要鼎华还在 他付出的心血就没有白费 所以 我一定会尽全力配合你们的调查 只要能抓到那些坏人 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想什么呢 还叹气 想什么呢 还叹气 就是觉得这种事还要我们来找苗霏 那某人费那么大劲 启淨鼎华有什么用啊 他来查的话容易暴露身份 话是这么说 可拿着两份工资 还什么都不用亲自去办 真羡慕 你为什么总是针对他呢 我没有啊 我就是觉得他在鼎华 也没起到什么作用 那好 我问你 是谁提出的物理隔离 避免了数据被盗窃 又是谁先察觉了苗霏的行动 前后矛盾 还有 在吴淼逃逸的时候 是谁指出了搜捕方向 静姐 你怎么老这么维护他呀 我没有维护任何人 大家分工不同而已 你在国安这么久了 这些话还用我说吗 他皂盾 你还给了可以 一定要住 你这样帮它 是vis职vad 对吗 来吧 为什么我的简历被退回来了 是不是你让人干的 是 不是 简 为什么呀 你想见鼎怀我完全支持 但现在不行 我凭我自己的本事应聘 有什么不行的呀 我知道你们职场那些 争抢争斗的东西 可我根本没想参与啊 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你这是滥用职权你知道吗 你凭什么这么干啊 这件事没得商量